主料,年糕300克,火腿两根,鸡蛋两个,辅料,油,盐,生抽,西芹菜,胡萝卜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年糕调300克,清水里洗一下,切成小段,西芹及胡萝卜切条,火腿切条,鸡蛋两个打散,锅时放多点油倒入打散的鸡蛋不及的炒锅。 银接一个,然后用铲子铲成一条一条厚装碗里,锅里再倒油倒入葱炒香,加入胡萝卜西芹炒香,炒着西芹变色加入年糕,不停的中火炒匀,加入盐炒匀,加入火腿调翻炒,加入炒好的鸡蛋丝,加入生抽水炒匀煮三分钟,最后加点鸡精炒入味关火,烹饪技巧,炒年糕油多放点,中火炒如果喜欢本身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